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今天的二旦教你们做一下 冬瓜川鸡肉丸子 因为丸子象征团团圆圆 在这里呢 二旦希望观看我视频的每一位观众 你的家庭能永远团团圆圆 走 鸡胸肉买了 把鸡胸肉切成小块 然后剁成绒 如果家里面有料理机的话 这一步可以教给他 剁得越顺越好 剁碎之后呢 再用感人杖敲一敲 这样更有弹性 打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葱姜切细一点的末 小葱切了葱花出锅的时候放 然后再切了葱末肉馅里面放 香菜根切末 香菜叶一会儿留着出锅用 香菜小葱末直接放到肉馅里 加入葱姜末 碗里面加两勺盐 五克料酒 给它抓拌一下 然后打入十克水 这样做出来的丸子才会鲜嫩 上劲的时候一定要朝着一个方向打 再打一个蛋清 加入蛋清能包裹住水分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一把淀粉 搅拌均匀使劲摔打几下 然后冬瓜去皮切成片 冬瓜片要切的厚一些 这样能耐炖一些 红绿尖椒 去地把它切成细丝 这个我们一会儿出锅的时候点缀油 然后再切了大葱丝 用凉水浸泡一下 食材的全部就绪了 稀里花啦开干 开水把冬瓜焯一下 焯大约三分钟 然后倒出备用 另起锅烧一锅水 水开之后下入几片葱姜 汤的底味一定要加足 下三勺盐 一大勺胡椒粉 下丸子的时候 勺子一定要蘸一下水 这样勺子上不容易粘肉馅 水开之后要关火 一定要低温焯这个丸子 如果水大开的话 很容易把丸子馅打散 全部下入之后慢慢升温 水开之后 打去浮沫 下入刚才焯好的冬瓜 这个丸子汤喝的是清淡的口味 朋友们如果喜欢浓汤的话 可以用高汤来穿这个丸子 等到开锅的时候 下入葱花 香菜末 再来点香油 淋在汤面上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朋友们之前的二旦也分享过 小白菜羊肉穿丸子的视频 感兴趣的可以去前面看一下 最后来点这个五彩丝 点缀一下 这也是一道减肥菜 很适合韩东腊肉吃的一道菜 这个肌肉里面因为没有过多的脂肪 然后我们的烹饪方法还是手穿 所以说这道菜 不光是一道减肥菜 而且特别健康 热量特别的低 这个丸子呢 后弹而且不是滑嫩 感谢所有粉丝朋友们的一路支持 愿你们2021年 合家团圆 万事如意 关注草原二旦 教你好好做饭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 来玩 日本人的试图